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在我们做之前老师稍微来介绍一下 好 我们这个台面上有几个不同品种的地瓜 都长得不一样 对 让你稍微看一下 好啊 这个是我们的白地瓜 它就是来自于台北县金山香的地瓜 所以它比较白 对 没有错 再来就有这种的红地瓜 红地瓜 以及这种紫色的地瓜 紫地瓜 一般来讲很多人都误以为 红地瓜它会比较甜 事实上在金山香这样子的地瓜 它的甜度是目前市面上的地瓜 来讲甜度是最好的 所以说选它来当做我们的金沙 来做饮料是最合适的吗 对 没有错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 我们来做这种饮品需要甜度高 而且口感绵密的这样的地瓜 所以使用这种金山香的地瓜 是最好的选择 今年很流行一种特殊烤地瓜的口感 特殊的 对 就是要那个烤地瓜的香气味 所以我们要把它做成我们的饮品 事实上它是一个乳制品的饮料 那我们要把它做成这个饮品 要营造出那个烤地瓜的香气味来 这里老师教大家一个小小清洗这种 我们要连皮一起食用蔬菜的方法 好 我们可以去买一块海绵 干净大的海绵 对 利用这种海绵 在水在流的过程中 然后轻轻地在表面这样刷洗 然后把一些泥土或是虫卵刷掉 就把它刷干净 对 这样子就可以了 好 重点皮一定要留着 我们要这个皮的香气味 好 对 然后在选择地瓜的时候 就尽量不要选发芽的 不要发芽 对 因为发芽的地方 它容易会产生一些微量的毒素 对于有一些肠胃比较敏感 或是皮肤比较敏感的人 他吃的可能就会比较不舒服 会有过敏的现象 对 没有错 为了要节省这个时间 我们把地瓜切成块状 就这样切成一块一块 对 就把它切成这样 一块一块的块状 那我们只要取 我们所需要的量就可以了 那我们需要多少呢 我们打一杯的量 只需要200公克 那当然如果你要一次制作多一点 你可以一次把它烤起来 没有关系 地瓜它可以把它冷冻起来 那我们这里就用铝箔纸 好啊 对 然后就把这个切块的地瓜 放在我们这个铝箔里面 好 把它 这样子你等一下烤起来的时候 它才会比较快熟 对 我们就直接把它包起来 利用铝箔比较快熟 对 我们就直接把它包起来 好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放进 我们的烤箱里面去烤 好 送进烤箱 那我们这里烤 要稍微让它烤久一点点 这么久啊 对 因为地瓜它比较 质地比较硬一点 所以我们要让它烤久一点 一般来讲我们要让它烤20分钟 烤20分钟 要烤20分钟 如果是中型或大型的烤箱 它时间可以缩短成15分钟 它就可以烤得熟了 老师20分钟过去了 我们看看地瓜好了没 好 时间到了对不对 这很烫 要不要拿一个 对 我们需要一个隔热手套 好 我们用隔热手套 因为它刚烤完现在很烫 好 那我们就这时候把它拿出来 要小心它很烫 好 可以 那我们只要取我们要用的部分 那我们可以用杯子来量 好 它一样是属于肉质性很丰厚的蔬菜类 根筋类 对 它就跟木瓜有点类似 所以我们的量不可以太多 我们只要取用 我们够用的量就可以了 所以大概是 这里面我们只需要用到200公克 这样就够了 就大概三块的大小 对 就是我们刚才切的 大概三块的大小 好 那这部分你就可以把它包起来 先包起来备用吗 对 冷却之后你就可以把它摆到冷冻库 去保存 好 这里面要加入300cc的牛奶 我们直接把牛奶拿来 好 因为这杯就是我们最后要装的这个杯子 是 对 所以我们用它来量 好 这样子量出来是最准确的 我们把牛奶加到我们的 九分盘 好 对 加到这样 九分盘的量 这样就是300cc了 对 因为这样子你等一下打出来 它才不会过头 好 对 好 那把它打成我们的地瓜牛奶 像地瓜跟牛奶它的转速呢 低速就可以了 因为有加乳制品 所以它就不适合使用高速 一定要使用低速 加乳制品的话就要记得使用低速 对 没有错 好 我们这里面使用的地瓜它甜度很高 可是因为我们家的牛奶它没有甜度 所以我们还是要加一点糖进来 好 因为做成饮品它要有点甜度 口感上才会比较好喝 对 所以我们这里使用的是二砂糖 那为什么老师通常是使用果糖 这次却使用二砂糖呢 它跟这种地瓜结合起来的口感 跟香气味会特别的好 原来是这样 对 所以我们使用这个 量池 二砂糖 对 我们这里用量池来量 我们这里需要的是10公克的量 大概一瓶匙 好 就大概是一瓶匙的量 再来我们要加一点冰块 一定要加冰块口感才会好 对 没错 而且可以保持它的温度 转速不要太高 好 这时候就可以来打了 我们一样可以从这个旁边侧边 来观察那个皮的程度 从侧面 对 它要细致一点 把皮打到细致一点就已经打好了 好 这样子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了 因为它比较浓稠 所以它适合要用一支 比较粗的吸管 那我就选这支天蓝色的吸管 来搭配这个金沙之链 对 这样就完成了我们的金沙之链 那现在又到了最开心的试喝时间了 现在要来品尝这个金沙之链 老师 我们刚刚有加糖吗 有 事实上我们有加一点点的糖 在里面 它喝起来真的很香很甜 而且有一种很浓郁的口感 对 没错 因为我们特别是选用金山的 这样子的地瓜 所以它的甜度非常的高 而且地瓜好像对人体有一些很好的好处 当然 地瓜它本身的纤维值就很高 而且重点就在于地瓜的皮 如果我们把地瓜跟皮一起食用 它就会成为一种碱性的食物 对 所以它就是可以让我们身体 来降低那个酸性化的过程 对 来做 达到一个酸碱平衡的一个功效 老师 那这样一杯的成本跟建议售价是多少 我们这杯的成本大概控制是在10块钱以内而已 那大概可以卖多少钱呢 这杯现在外面在卖 一杯都卖到40到50元了 那这样老师 为什么我们刚刚烤地瓜的时候 要在地瓜外面包一层铝箔纸 对 因为我们的地瓜是用烤的 如果我们直接把它放进烤箱去烤的话 它很容易会烤焦 所以我们要用铝箔纸来做一层保护 那地瓜最好就是选择这样子用烤的方法 它的味道会比较香 那如果我是用煮的或是用蒸的呢 这样可以吗 当然这样地瓜也会熟 可是它就少了什么 少了它表皮烤地瓜的香气 所以你这杯喝起来 它才会有地瓜烤过的那种香气味出来 原来这杯好喝的秘诀就是在它有烤地瓜的香味 对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色 太好了 谢谢老师的解说 谢谢 现在赶快来复习这杯金沙制炼的做法 金沙制炼的制作方法 一 先将白地瓜切块 用铝箔纸包起来 放入小烤箱烤20分钟 二 把烤好的地瓜倒入成品杯中 加入鲜奶至酒分满 三 将地瓜及鲜奶一起倒入果汁机中 四 加入二砂糖 冰块打匀就完成 制作这杯金沙制炼所要注意的事情 就是要选白皮的黄地瓜 那这样子它甜度才会高 棉细度也才会比较好 再来地瓜一定要烤过 这样子你打起来才会有烤地瓜的香气味 一 点了 这一 两 个棵粉 三 个棵粉 三 二 五 二 九 十 四 了